台北市政府里面我刚刚看一个还没有去的资料 就是在台北市他还把那个住宅窃盗的资料也都放上去了 而且还哪一个时间发生的 还几天几分发生的 还哪一条路上的几号 不过因为为了有那个就是隐私的问题 他没有一个精确的有没有几号 他是这个range这个范围里面发生的窃案 然后呢当然我就很好奇说 他几乎把所有资料都放上去了 而且总共是两千多笔资料 那我就很好奇说 到底台北市哪边治安最差的 哪一条路上发生窃案是最多的 也许我第一个会想说 哪一区最多发生窃案 第一个 第二个是哪一条路上窃案最多 第三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窃案的比例最高 因为他这边有个时间 而且是住宅窃案 就是招小偷嘛 小偷跑进去了 于是的话我再想一想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那个Python做出报表出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我云端上面的范围档案里面 各位如果兴趣的话 或者你可以到那个就是台北市政府的 那个开放资料里面去找找 也有这个资料 这个也是从那边捞过来的 我只是把它拿来当范例 我觉得它在上面有太多范例 大概有上千种的范例 每个其实都可以拿来这样捞资料 如果我是台北市政府的话 我不是台北市长的话 我怕假设我不是柯P 我说假如 那他当然有资料的话 可以拿原始资料的做分析 那我如果要避免切案的发生 那我应该要先从哪边最多发生 或者是哪个时段最容易发生切案 先知道 不然我怎么避免 所以于是的话 其实我就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东西 其实用很简单的方法 当然我是先用Excel做 Excel是最简单的 先把资料放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Python试做看看 第一个 先把它曲断先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就分析了 有没有 而且Excel其实非常简单 它里面也叫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两三下 根本完全一行程式都不用写 帮你写 帮你算出来 这个是用枢纽分析表 还有枢纽分析图 你可以看到哪一区事案最差 其实是台北市的中山区 所以如果你们去台北市玩的话 住的话尽量不要住中山区吧 感觉比较 走路 路喔 不是走路 是哪一条路上 哪一条街 那区还是可以去 可以去啦 其实在台北 四安岛还好啦 一丝丝 会有被抢的几率 其实还不算太高 我在目前为止 我还没遇过 那个什么状况发生的 还蛮少的 而且半夜出去 感觉也都还算安全 我住在哪里 我住过 我曾经住过这第二个不安全区 士林区 士林区 不过也还好 他也比较 那为什么中山区切岸比较多 其实还有 看一下路 哪一条路 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切岸最多 再来就林申北路 特别说台北市 如果你要去那个风化区 这一条最多 林申北路 你不要晚上去 基本上 因为这几年来 扫房也少得太彻底了 几乎也没有什么 你也看不到那些 可能有一些什么 很少 在台北其实比较少 如果你想看到 可能要到外县市 不重要 那什么时间 最多切岸发生 其实最多发生切岸 应该是在十点到十二点 十六点 感觉好像人是还没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小偷 感觉那个时间点 因为大家 觉得大家可能睡了 就有切岸发生 另外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早上 这个应该是早上 可能会觉得说 大家出去吃饭了 对 有机可乘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发生切岸比较高 然后趋跟十 哪一个 另外我还用这个趋跟十 什么时间 哪一区发生切岸最高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直条图 配合比例图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 在哪一区 比如说像士林区 发生切岸最多的 好像也时间也不一样 那像大安区的话 好像这个时间点 可能切岸比较多 那边其实也蛮 蛮推荐各位可以去的 那边有U拜 像我是 我也在附近 也有一个地方 推广部 我后来推广部 那边有上课 所以我如果早去 我会在那边 租个脚踏车 U拜那边 骑一下脚踏车 运动一下 其他的话 类似像这样 这个怎么做的 其实非常简单 他本来没有这两个栏位 你就增加这两个栏位就可以了 他利用这两个栏位 可以做出什么分析表 把这里面的区调出来 可是要怎么知道 怎么把这个区做出来 其实这边没有写任何程式 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E-Sale里面的这个功能而已 这个最好是市里面 最好 其实目前 那个住宅区最贵的是大安区 这个可能要搜索一下 可能有一些 它里面建设 可能还有大安圣经工也在那边 还有文教区也有关系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条路 哪一条路 我这边用的公式比较冗长 就这么多公式 不过当然 您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写程式的前提下 在E-Sale其实也可以办得到 这个是提供 你各位参考一下 未来 我是希望说这些东西 这些功能 都可以用Python帮我产生 比如说Python里面 还有像胖达 胖达其实也有点类似像 枢纽 枢纽分析表的那个功能 胖达 OK 另外的话还可以画图表 这个我想后面我们有机会再来看 然后其他的话再来 请各位就是另外有一个是范例党 全省邮局地址 这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请各位待会下载之后的话 再帮我解压说 按右键 解压说致辞 那你里面的话会看到 全省邮局里面的话 会有这么多的档案 总共好像有25个档案吧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把这25个区域的邮局 他们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帮我合并成一个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把它全选 全选复制 然后贴过去 全选复制贴到下面去 复制贴 那你可能要做25次才能完成 那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合并一次的话 那你不是起要每天都要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很快的可以把这25个档案变成一个 那当然我的我想到的方法 一定用Python 我浪费一次也可不可以看一下 就程式大概这样子 其实浪费完之后 最后会合并完成 我浪费一下也可不可以看一下 执行合并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庚幕底下 就会有一个是O.tsd 这个的话就是全部的 25个档案合并的结果 应该懂的逻辑 这逻辑非常简单 那要怎么做 其实关键的部分 其实你都会 而且我都有教过 只有一个地方没有 就是这个 读开档应该会吧 反正你就把它开起来 然后把里面所有的目录资料都找到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合并 合并就写出去 把它一个档 read到某一个变数里面 再把它写出 写出去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write前面是用w模式 OK 把它缩小一点点 Ctrl 写一下 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它不是r也不是w 它是A A的话有点像append的模式 意思是说我写出去 但是我是不断不断的写到它的后面去 那我只要跑一个灰圈 把这里面的所有东西合并完 这样就OK了 其实程式不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方便先放点歌 所以第一个 先把全省邮局资料 我是把它放云端上面的范例档 你把它下载之后解压缩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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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